那是李英南从水尔调到乡下就任的第一天 天气不错 英南隔着车窗看着外面的风景 注意到了一个在路边抓青蛙的女孩 女孩的手指被青蛙咬伤了 但她浑然不觉 面色淡定 当天晚上她又看到了这个女孩 只是这次女孩急匆匆的往暗处跑去 英南隔了一小段路没跟上 第二天上班的路上 英南又次碰到这个女孩 她被一群同龄人围着欺负 依旧劈头散发 脸上还带着伤 英南警告并赶走了那些小孩 并承诺女孩要保护她不再受到笑颜暴力 那个女孩叫道西 是村里一个酒鬼朴龙河的养女 朴龙河一喝酒就拿道西出气 各种打骂 村里人也时常会在夜里 听到朴龙河的打骂声和道西的哭喊 但没人敢管 朴龙河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 也是一个蛮横之人 道西被打 她从来不帮忙 甚至会在旁边帮着责骂 又是道西挨打的一个夜晚 英南清晰的听到有打骂声传来 赶紧跑过去 正面撞见了朴龙河 她力索的制服了对方 还让道西拨打电话报警 朴龙河醉得像贪烂你 被抓到警局的时候 仍在呼呼大睡 而所里的老警察 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甚至还说简单处理 因为朴龙河的生意 对村子的经济 有不小的贡献 英南当然不同意 坚持拘留朴龙河几天 从那以后 英南身后多了一个小跟屁虫 上班路上 回家路上 甚至工作中 英南出现的地方 道西总会跟着出现 也没出声 只是默默跟着 几次后 英南把道西带回了家里 做了丰盛的饭菜给她吃 看她狼吞虎咽的样子 英南心里很不识滋味 她问道西 朴龙河什么时候打她 为什么打她 道西低着头 没怎么回答 只说了句 不喝酒就不会打 听完英南竟生气又心疼 她告诉道西 下次再被打 要大胆说出来 之后的每一天 道西只要一有空 就跟着英南 慢慢的英南也发现了 这个小女孩 不一样的一面 她爱跳舞 会在放学的时候 跑到河岸边 迎风起舞 也会跟着电视 自学女团舞蹈 模仿综艺节目 和英南在一起 道西是最开心的 但家不得不回 道西清楚知道 回去后将面对什么 所以她请求英南 陪她一起回去 但迫于身份和法律 英南只能送道西 到家门口 如道西所预感到的 爸爸和奶奶 将被拘留的责任 全部怪罪在她身上 两人抓着她又打又骂 当天半夜 英南家的门 被敲响了 是道西 带着满身的伤 英南赶紧让她进来 但另一边 手机却响了 有人在河边 发现了一具尸体 是嫖龙河的母亲 英南很震惊 赶紧带着道西去现场 嫖龙河也来了 她指着道西咒骂 说是她害死了母亲 而于时间如此巧合 英南也问道西 但道西只是哭着说 爸爸追着我打 我逃跑了 奶奶骑车追来 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由于现场侦查 也显示被害可能性极低 大家就不再怀疑了 但嫖龙河不行 她将所有的愤怒 全部加在道西身上 夜里又将她毒打了一顿 那晚下了很大的雨 道西帽里又一次 敲开英南家的门 看她全身湿透 英南带她去浴室洗个澡 但脱下衣服的那一刻 她震惊了 瘦弱的后背 心伤就很交替 每一道疤痕 都诉说着这个女孩 经历了什么 英南低声骂了一句 心里也暗下决心 要收留道西一段时间 让她暂时逃离那个恶魔 整个暑假 道西都寄宿在英南家里 英南带她买衣服 旅游 还给她买了手机 以防她下次挨打 可以拨打警局电话 如果说英南的出现 是道西暗淡生命里的一道光 那这个假期 对道西来说 更是珍贵的时光 只有在英南这里 她才是一个真实的 活泼的 有趣的小女孩 假期期间 嫖龙河也要上门要过人 但被英南拒绝了 对这个女孩 她是真心疼爱的 能护一时 试一试 英南还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嗜好 长期习惯性的睡前喝酒 不喝 90年睡不着 她家里看似 常备着的矿泉水 里面全部替换成了烧酒 因为道西在家 她把喝酒换到了浴室 边泡澡边喝 结果因为道西要上厕所 不得不让她进来 其实道西早已知道 她大胆地向英南讨酒 还借着酒精和英南一起泡澡聊天 说到奶奶的事情 道西痛哭 英南也似乎懂了什么 这天警局来了个手耳过来的女生 指明要找李英南 正工作的李英南抬头一看 沉默了几秒 便和同事打个招呼 提前下班了 大家都感觉到不正常 但又无从说起 那个女生是李英南的前女友 是的 英南是同性恋 被调配到乡下 也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去向 英南带着前女友回家 换了个衣服 便出去了 两人到海边散步 又去烧酒店喝酒 前女友告诉英南 自己准备要去澳洲了 晚上英南拼命灌了自己好几瓶酒 道西打了好几个电话 她都挂掉了 回家的路上 英南压了一晚上的情愫 终于是压不住了 抱住前女友 两人拥吻起来 不想这一幕 刚好被朴龙河给撞见了 朴龙河特地跟英南打了个招呼 眼神里充满了挑衅 英南最后安排了局里的一位下属 送前女友回去 自己回到家里 可一进家门 倒出一片狼藉 往里走 她看到坐在周边的道西 她穿着制服 喝着酒 拼命地拿头撞墙 英南赶紧抱着道西 安抚她的情绪 这个时候的英南也意识到 道西对自己的感情 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第二天英南照常上班 一个名叫巴奇的偷渡客 在河边发疯 哭着喊着要求放她回去 原来巴奇是朴龙河的 一个廉价故宫 现在家里母亲出了急事 散回去 但被朴龙河强行扣留了 得知朴龙河无视法律 私自雇佣偷渡客 还强制扣留 英南立马站出来 警告朴龙河 放了那些偷渡客 给他们钱 不然就叫出入境警察来 但朴龙河根本不知这套 当着大家的面 说自己看到英南 和那个熟儿女人 大半夜在做不轨之事 言语之间近视威胁 假期的前一天 英南让道西回家 还承诺会给道西找个妈妈 道西一下非常激动 甚至生气的摔起了东西 但后半夜 他又默默抱住英南 道歉的说 我不要妈妈 不要其他人 只要英南 英南许是听见了 或是感觉到了什么 第二天 他带着道西去剪了头发 定做了新校服 还是把道西送回去了 晚点 朴龙河回家 看到道西 又是嘲笑 又是熟络 他告诉道西 英南是同性恋 把他撵出来 是因为要和前女友私奔了 道西哪里听得了这些 他又跑到英南家 进门正好看到 英南在收拾行李 便疯狂的乱犯 只问他 是不是要和那个女人去哪里了 英南也生气了 控制不住 扇了道西一巴掌 两人僵持的时候 门铃响了 是朴龙河 他上门来找道西 并控诉英南 有性侵儿童的嫌疑 英南既无语又生气 把道西和朴龙河 一起赶出了家门 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 和无端指控 英南也流泪了 第二天 朴龙河在码头殴打八级 下手之痕 俨然要将其打死 幸好英南和警局的人 及时赶到 英南让下手 逮捕了朴龙河 两人算是真的 结下两字了 当天晚上 英南许是心疼不过 还是去了道西家里 带他回家 好好吃了个饭 没想到的是 朴龙河竟然带着一帮警察上门 以性侵儿童的嫌疑 逮捕了英南 来到警局 英南和道西被分别审问 英南对这个控诉 很是无语 他向审问员 缠明了自己 只是为了帮助道西 暂时逃离家暴 期间虽然有帮他洗澡的行为 但只是因为心疼道西身上的伤 没想到 沈温元却又一句 但同性恋做这个事 就有问题了 堵得英南 愤怒又无从辩解 而另一边 道西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沈温元问他 英南是否有脱他衣服 摸他身体 帮他洗澡 道西却以为美好的回忆 全数肯定了 就这样坐实了英南性侵的罪名 英南被逮捕拘留了 从警局出来 一个警员送道西回家 路上道西才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他不动声色 但心里却有了一些想法 那天晚上 瓢龙河照常在家里喝酒 不一样的是 道西很主动的帮他倒酒加菜 瓢龙河一边疑惑 一边享受了道西的服务 很快就被灌醉了 道西将醉醺醺的瓢龙河拖到房间 自己也在他旁边躺下 他偷掉自己的衣服 拨通警局的电话 然后一边用手挑动瓢龙河发出喘息 一边哭喊求饶 很快警察就找上门了 以性情儿童现场抓走了瓢龙河 过后在警局做笔录时 道西还称是说 之前对英南的供词都是父亲瓢龙河 教所自己讲的 就这样替英南翻供 将他救了出来 尽管英南被无罪释放了 但同性恋的流言 在村子里早已传开 这个地方还是待不了了 临走前 他原本只是要去跟道西道个别 告诉他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但真的要离开的那一刻 他终是放不下了 回过头 带着他一起离开了 不知是梦中还是风中 有人听到了我的声音 我悲鸣的呐喊 被蒙在水屋之中 这世界本不完美 危及之处冷漠黑暗 但总有光从缝隙中射进来 正义与邪恶 肮脏与纯洁 爱与救赎 温暖与希望 我努力哈气 温暖自己 却也着急等待 等待那个踏着七彩祥云 而来的你 我是阿九 一句再见 沧海片桑田 一句想你 梨花 修待雨